而由于花莲又再增加了22例的确诊数 整个疫情是持续升温的 为了配合防疫指挥中心 秀林乡境内文化健康站是休战一天 照福员则是进行消毒文件站的内部和桌椅 要做好一次清除作业 花莲疫情持续升温 为了配合防疫中心的预防措施 在秀林乡境内的文化健康站则是休战一天 秀林乡加工文件站的照福人员 一早则是把活动中心内的桌子和椅子全部搬出来 一次做好消毒了作业 建议村长金师兄表示 文件站拥有许多长者来这里快乐学习成长 可以说是相当的快乐 而则是配合疫情中心来做一次清销 对长者来说是相当好的件事情 因为长者都是部落的智慧宝库 因为最近疫情业业严重 我们这边所有的文件站 以及各地方大扫除大消毒 感谢我们不管是相公所 以及在地的乘邦公司 都有提供一些消毒水 以及口罩 希望村民常洗手戴口罩 有些不实的报导 千万不要在赖群 以及FB里面打一些 以及一些不文的 以及不实报导的 就是由东央或是地方首长来发布 感谢大家配合 金师兄表示 因为花园疫情升温 疫情部的主人们能够大家配合 请洗手 戴上口罩 先暂时不要大一栋 去别的县市游玩 平时在家里是相当安全的 也请大家做好防疫的工作 记得继续休想要老